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您好 我是杨怡婷 今天的晚间新闻将为您播报以下内容 反对党国会议员选区拨款诉求 将在4月17号召开的团结政府领导理事会会议中讨论 卢佛州伊斯兰宗教局在一家超市查获多个带有天房图案的脚垫 该局已警告相关超市不要销售触及宗教课题的产品 澳洲悉尼一间大型商场今天传出随机石刀伤人案 导致至少6人死亡 商场内也传出枪声数百人紧急撤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侍奉弹米尔新年及光明节 国家元首和元首后在其官网发表祝贺 全国希克教和弹米尔族群新年快乐 在该贴文中 国家元首也表示 我国人民不分种族和宗教 团结的精神有助于国家的稳定 今天是弹米尔新年及光明节 国家元首苏族和元首后 今日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 祝贺我国希克族和弹米尔族群新年快乐 希望这个佳节可以为庆祝的子民带来欢乐 同时元首在该贴文也表示 互相宽容及尊重一直是国家团结的基石 我国子民不分种族和宗教 团结一致的精神是对国家的稳定非常重要 弹米尔新年是弹米尔历的第一天 因意会在这一天庆祝新年 而光明节则是希克裔新年及庆祝丰收 即国家元首和元首后在其官网 发表祝贺全国希克教和弹米尔族群新年快乐 我国首相达德斯里·安诺尔也在其官方社交媒体上发贴文祝贺 今天是弹米尔新年及光明节 安诺尔在社交媒体上代表国家 向全体希克族、弹米尔族群 以及全国欢庆次佳节的人民新年快乐 希望在这个佳节里 让所有人民带来欢乐与繁荣 副首相达德斯里·法迪拉在3月24日强调 在反对党议员寻求获得选区拨款仪式上 政府没有给予反对党任何协议草案 反对党国会议员选区拨款诉求 将在4月17日召开的团结政府 领导理事会会议中讨论 法迪拉说这是他与国会反对党领袖 在3月19日在国会会面后的后续进展 法迪拉是在主办开斋节参会后这么表示 网传吉兰丹与登加楼数十亿令吉的石油开采税 遭人民公正党私吞 对此公正党通讯主任法迪驳斥有关谣言 并将向大马皇家警察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投报 公正党的户口从未有这笔款项的存入 法迪透过脸书贴文澄清 公正党在每一届的党代表大会上 都会公布其经过审计的财务账目 他表示有人发布了虚假与诽谤的贴文 这非常让人恶心 他指出自己已经指示向大马皇家警察和通讯 及多媒体委员会投报 以立即对诽谤者采取相关行动 法迪也在贴文中附上有关谣言的截图 据照片可见这名脸书用户 透过名为Jabada Netzi Nagara的群组声称 首相达德斯里安诺尔已将吉兰丹与登加楼的开采税 转入公正党的银行户口中 教育部宣布教师学士课程从今年起扩大招生范围 并开放给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 大马高级宗教文凭STAM 以及大学预科班的毕业生申请 这项举措意味着教育部接力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 同时为国家教育改革议程作出贡献 教育部发文告指出 此举让更多有意愿想成为教师的毕业生 有机会报读教师学士课程 同时让教育部能够确保参与该课程的人选是优秀人才 文告提及被录取的申请者将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师范学院接受培训为期四年 这也表示教育部竭力解决师资短缺问题之际 也能确保教师品质良好 并为国家教育改革带来贡献 大马策略信托基金会宣布将拨款五千万令吉 于全国印度女企业家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副部长达多·然曼南表示 该拨款旨在提升印度女企业家获得贷款的机会 同时帮助B40群体早日摆脱贫困 封印度女企业 TLUの本身体早自身的未经计 di包含章の本身体早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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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的 大通氐植质购等 产生取出3,000人 非常崇ucha Ramanan透露透过大马策略信托基金会的努力 有关不缓收益人数高达10,300人 其中包括现有的3,100名 以及超过7,000名新企业家之友 该特别基金将通过该会推行的 商业投资鼓励计划分配 同时在全国124家策略信托基金会分行派发 柔佛州部分地区在开摘节期间遭遇水供中断 对此柔佛州公共工程交通及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 穆哈马·法斯蒂表示 目前已成功控制当地约90% 受影响地区面临的水供问题 此外在147个受影响地区中 仅10%的民众依然面对水供中断 法斯蒂指出 受水供影响的房屋数量比初期预计来得少 从原有的2000栋减少至约300栋房屋 与此同时 当地经常面临水供中断的黑区 也获得良好的解决方案 包括巴黎市龙市 花哈肯植区 洛新肯植区以及拉美市 随着我国人口增加 国家房屋公司推出了 亲民房屋计划2.0 开放给全国有资格的人民申请 有助于国人拥有自己的房子 根据早前的计划 国家房屋公司为了让申请者 有能力交付房屋贷款 进而推出了高达16年的 长期贷款计划 条件是需要抵押他们的土地 日前由国家房屋公司推出的 亲民房屋计划2.0 相比亲民房屋计划1.0 该计划可让民众 更快速地拥有自己的房屋 国家房屋公司主席 达都胡三慕萨表示 该计划将在今年年底前 完成3000间住房 以满足国人的申请 他也说到 与亲民房屋计划1.0申请者 需等待数年的时间相比 亲民房屋计划2.0的实施 是比较快速可以完成的 该计划无论是1.0 或是现推出的2.0 亲民房屋计划 申请者资格是维持不变的 包括家庭月收入 不超过5000令吉 开采节热闹氛围持续不断 位于斯美兰州柔和区酋长 特意在佳节期间开放门户 吸引超过1000人出席 共同欢庆 柔和酋长 达都拉扎巴朗喊仨表示 这项活动只在拉近社区内 各族之间的关系意义非凡 中文字幕提供 此次开采节开放门户活动 吸引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 各大民族共同参与 现场洋溢着欢乐气氛 中文字幕提供 各族一同欢庆佳节得意体现出 我国的多元特色 同时勾勒出大马多元社会的独有风景 增进彼此间的友谊以及社会团结 马六甲肝榜摩登作为该州唯一的传统肝榜 被誉为活的人文遗产博物馆 在肝榜摩登最有名的就是圣桃沙别墅 也叫马来生活博物馆 曾吸引来自世界各地20万名旅客的到访 马六甲州政府向位于肝榜摩登的圣桃沙别墅 拨款约10万令吉 作为这座具有百年历史博物馆的修缮工程拨款 马六甲市区河畔有一处名叫肝榜摩登的城中肝榜 虽位于城市中心 却是一处百年马来村庄 具有人文 历史及旅游特色 成为外国游客的必游之地 马六甲州首席部长Abdurabh表示 这笔100万的拨款将作为保护和修复工作拨款 我看到的辉尼世局在一年 必须拨护和修复登的 能够护和修复登的 成为了一年来的 成为典当的 典当的典型区 发出了 成为了典型繁星的 繁星的繁星的 并以典型时长大人 所以我认为200,000公司从外国 所拟责任的官员 并拟责任的官员 以为这种拟责任的拟责任 这种拟责任的拟责任 是这种拟责任的拟责任 会成为一种拟责任的拟责任 的拟责任的拟责任 Abdurraouf是在 Malujia州原首 Dunmuhammad Ali殿下 和超过400名 圣陶河别墅业主家庭 参加的100周年庆典上 这么表示 甘榜摩登作为马六甲市中心 唯一留存至今的马来村庄 该州政府将重点关注 甘榜摩登的卫生问题 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留经此地 我国两组羽球男双组合 成功进入2024年 亚洲锦标赛半决赛 大马男双吴是飞与Nurizuddin 最终以21比14 21比18直落两局战胜 谢定峰与苏伟毅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飞丁组合 在今年首次晋级决赛 同时忠实五连败的记录 大马两组国语男双 在2024年亚洲锦标赛中展开对决 及其角逐决赛门票 最终世界排名第19的飞丁组合 成功战胜世界排名第5的谢苏组合 在今年首次晋级决赛 飞丁在首局全力奋战 迅速将比分拉开至19比11 谢苏最后赢得2分 但最终被飞丁以21比14拿下首局 随后双方在次局中陷入交战 谢苏接力赶上比分 多次打成平手之16比16 尽管谢苏赶上2分 但最终飞丁以21比18 微分之差成功闯入决赛 随着此次获胜 飞丁也终止与谢苏交手的五连败记录 这也是两支组合在今年的第三次交锋 此前两次是在大马超级1000赛次圈 和全英赛首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灾节前夕 柔佛州伊斯兰宗教局 在一家超市查获多双带有 克尔白图案的脚垫 该局已警告 相关超市不要销售触及 宗教课题的产品 以确保我国的和谐精神不被摧毁 早前在开灾节的前一天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一纽克尔白图案的脚垫 据了解该贴文是由一位民众 无意间看到一纽克尔白图案的脚垫 非常惊讶 竟然把该图片放上社交媒体 随后 如佛州伊斯兰宗教局 在巴珠巴霞一家超市 查获一共11双 印有克尔白图案的脚垫 当局立即展开调查 该局教事务行政议员 摩哈马·法瑞·摩哈马卡利 也证实 该超市负责人 已经被传唤出庭作证 此外 该局也警告 相关超市不可以销售任何挑起 宗教课题的产品 芙蓉废料处理中心大火 该中心管理层发文告表示 失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火患没有酿成任何人命伤亡 86名员工安然无恙 文告指出 火患是在昨天下午12号5点40分 从独立建筑物的储藏室开始燃起 随后在晚上8点20分 获得森州消整队 及废料处理中心消整队 和危险物品特别拯救队控制火事 文告说 事发后只是储藏室部分被烧毁 并不影响管理层部门的日常运营 文告透露 截至目前 火灾原因还在鉴定中 该中心目前正在与 森州消整局 森州环境局 警方和大马民防部队密切合作 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 该中心健康 安全 安保和环境团队 也正在持续监测现场的空气质量 从现场和周边地区的空气指数来看 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异常指数 一场车祸毁天轮 一家五口开宅节假期供车外出 不幸和油槽裸里相撞 母亲和三个月大的女婴当场加闭车内 那样两死四伤的悲剧 据了解死者一家人才庆祝开宅佳节 并且在回家的路上 在靠近住家不远处遭遇车祸 这起死亡车祸在昨天下午5月1点38分 在戈达丁尼丹荣巴劳往伯纳瓦镇路 靠近斯里伯纳瓦花园发生 不幸被加毙的是28岁母亲 娜瓦·努萨希拉 女婴为三个月大的菲卡·努萨迪拉 驾驶第二国产麦威轿车的司机 为女死者的30岁丈夫 摩哈玛·发密 车祸发生后 他和两个儿子都受伤 被送往伯纳瓦镇诊所接受治疗 至于34岁的游曹·罗里司机 摩哈玛·弗道斯则无恙 伯纳瓦镇消整局 在接获车祸投报 派出8名消整员到场 由行动指挥官阿斯兰率队 他指出 消整员抵达现场后发现 车祸涉及一辆第二国产麦威轿车 一辆游曹·罗里 女乘客和女婴 被加毙在前面乘客座位上 消整员使用特殊工具 移出死者 不过男司机和两名男童 则只是受伤 由消整人员救出 由救护车送往诊所治疗 罗里司机则没有受伤 两名死者遗体交给警方 已进行进一步调查 消整员在确定 现场情况安全后 在昨天下午约2点46分撤退 随着开斋节假期进入尾声 各地由此开始陆续返回吉隆坡 昨晚一名来自苏丹阿兹兰沙大学的 23岁女大学生 在返回许兰娥巴打林在野的路上 遭遇致命车祸 不幸遇难 事故还导致车上的一对男女受伤 据初步调查显示 这名女大学生 努瑞伊札蒂的66岁父亲 驾驶着一辆宝藤赛加萨嘎轿车 途中失控 撞向路旁的大树后起火 在火势蔓延的情况下 父亲试图救出被困在车内的女儿 但不幸未能成功 结果女大学生被困在车内遇难 彭恒劳务警区主任 穆罕默沙瑞表示 事故发生时间是昨晚 大约12点45分 这起事件发生在 劳务甘榜勒查 前往许兰娥巴打林在野的路上 彭恒消整局公关 足发力补充 消整人员接到报告后 赶到现场 耗费了9分钟扑灭火事 但车辆已经被完全烧毁 死者遗体随后被送往劳务医院 警方正在调查此案 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条1款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条文进行调查 动物出走森林的情况频频发生 对此大马半岛野生动物保护 及国家公园局总监 达多阿布卡丘提醒 道路使用者小心驾驶 提防野生动物越过马路 此外当局也在柔佛州多个地点 发现疑似野象出没的踪迹 阿布图卡丘提醒民众 当经过野生动物穿越区警示牌时 需提高警惕 同时他促请所有驾驶人士 小心驾驶 并注意野生动物出没 目前大马半岛野生动物保护 及国家公园局 已在柔佛州多个地点发现 疑似野象出没的踪迹 包括迦亨前往三板头路线 戈打丁尼前往丰盛港路线 以及居鸾前往戈打丁尼路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澳洲悉尼一间大型商场 今天传出随机持刀伤人案 导致至少六人死亡 据目击者透露 商场内也传出枪声 数百人紧急撤离 事发后多辆警车救护车 赶往现场救援 警方拉起封锁线展开调查 同时派出警用直升机监督情况 此外嫌犯当中有一人被击毙 另外一人仍在逃 据外媒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悉尼一间 非常热闹的购物中心 目击者透露 事发当时他看见一名男子 在购物中心内持刀奔跑 接着又听到枪声 以及有一名女子倒卧在地 警方拉起封锁线 并撤离购物中心内的人员 同时表示 有多人受伤 情况危怠 警方目前正展开大规模行动 不过没有提供任何细节 初步调查不排除是一场随机攻击事件 刑犯当中有一人已被击毙 另外一人目前在逃 去年二月一架小型飞机在印尼巴布亚省 遭到分尼主义武装分子 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劫持 由于机上的五名乘客都是巴布亚土著 因此获得释放 至于纽西兰籍的飞行员 梅尔森斯则被结为人质 随后分尼主义武装分子要求 印尼政府承认巴布亚地区独立 作为释放人质的交换条件 尽管纽西兰和印尼政府 持续与该分尼主义组织谈判 但却毫无实质进展 近日该组织再度公布一段视频 内容显示印尼政府近期展开的空袭 导致梅尔森斯的处境处于危险之中 视频中 梅尔森斯被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包围 并且声称 印尼军方所展开的袭击 导致他的生命旦夕之危 同时要求外国政府向印尼当局施压 并要求印尼当局不要再进行任何空袭 一年前的2月7号 梅尔森斯所驾驶的一架小型飞机 在印尼巴布亚省遭到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劫持 事发当时 他正在为偏眼社区提供重要的空中交通和物资 随后 纽西兰多个政府机构 持续与印尼当局 以及其他机构广泛合作 竭力确保梅尔森斯的人身安全 但谈判都毫无实质进展 每年的三月末和四月初 是北京居庸关长城櫻花盛开的季节 一列被誉为开往春天的列车 驶过花海 在这乘客沿途欣赏櫻花 粉红梦幻的花海成了游客拍照打卡的热点 来看报道 途经的居庸关长城 是京北长城沿线上的著名古城关 居庸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自古就是北京的西北平庄 居庸关的景色令人沉迷 而它的险峻更是有天下第一雄关的称号 开往春天的列车穿越樱花花海 仿佛时间再次静止一般 无论是哪一个角度 都是游客拍照打卡的景点 风景挺好 我从来没有这个时候来过 挺好的 速度也很慢 带着孩子或者带着老人 坐在上面感受一下沿途的风光 现在感觉就都开花了 还是挺很美的 非常好看 特别是上去的时候 就看到它爬到顶 看到它这样盘着上去 特别好看 居庸关开往春天的列车 是北京市郊铁路S2线 开通于2008年 这也是黄土电站 开往延庆的通勤列车 从北京北到延庆 至于列车的开放时间 则是每个星期五至星期一 以及法定节假日特定时段 花海研花四景 不仅仅有粉色的樱花 而且还有白色的杏花等等 让人感觉处在梦幻先进 新闻的尾声 让我们来看看三月份 刚刚在法国出生的 两只苏门达拉虎幼崽 管理员正在为他们称重 并植入微信片 老虎幼崽凶猛的模样 让人觉得可爱 我是杨怡婷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怡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